大象跟螞蟻談戀愛 如果大象的皮薄一點 就是有點癢癢的 但是如果螞蟻愛上大象 在牠身上捉弄牠 大象也沒感覺 這個比喻我也不知道 這是在比喻什麼 不是因為我 楊友晴妹無異嗎 對不是就是 可能是那個連江縣 當地的這個比喻之類的 搞不好陳雪生 這種論調在他的選區 是很多人支持的 不然他們有可能一直選得住 是遇到中華民國的主權 遇到台澎金馬的主權 你要叫台灣人站著會 要叫中華民國站著會 你不能說 不要去怕中國 它太大 我們不要去惹它 這樣子其實大家會看不起你們 你們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大家平常有交情 那都沒問題 可是遇到國家主權的時候 一步其實都不能退讓 陪奴 我 有 天 感谢观看